紅紅花花因為被抓到持有大麻 遭到警方居體移送 她還有一個特殊身份 是藝人阿慶的老婆 因為一雙大眼的花花 2013年在阿慶主持的音樂學院 擔任練習生 相差12歲的兩人 因此插出愛的火花 並在隔年結婚 成為當時娛樂新聞焦點 不過隨著兩名女兒出生 花花逐漸淡出螢光幕 這回再次被媒體關注 竟然是因為非法持有大麻 麥麗唱著飛兒樂團經典歌曲 我要飛 十一號阿慶才剛 舉行新歌發表會 宣告自己要從飛兒樂團畢業 攻佔各大娛樂版面 當天花花也帶著可愛女兒 到現場為阿慶加油打氣 誰也沒想到兩天後 花花卻被警方逮捕 移送媒檢 愛妻的阿慶第一時間 接獲消息後也立刻前往了解状況 同時也向媒體喊話 花花是我的太太 有什麼事我們會一起面對 老公托團單飛老婆卻因為持有大麻被抓 已經震驚演藝圈 如果僅僅後續發現還有其他藝人也涉案 藝能界恐怕又會掀起 另一波大麻風暴 繼續有最後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